这次来台湾,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朝圣这里的文创 看看人家怎么搞艺术 然后我可以 import 这些 idea 回去 Malaysia 看看我们自己怎样可以从困境里面走出来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对象 所以这次的台湾行程 我都选择了很多和文创有关 和音乐有关的地点去参观 我们来到台北市立美术馆 很大间,很漂亮 范围很大 大马有很多art expo,art festival 可是我都比较少去 我比较多的经验是去大学里面的art gallery 还有也曾经去过我一个朋友 和其他阿县地区的艺术家 在Rimbundahan办的一个 exhibition 就自从这个Rimbundahan exhibition过后 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展览会 会展出的作品是分成绘画和雕塑的 所以这次我去台北市立美术馆 看到的也是一样 可是它数量就更加庞大了 然后里面的艺术家 有台湾当地的艺术家 也有一些来自日本的艺术家 这次来到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印象 就蛮深刻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 作品的内容 探讨的包括死亡 平时我们会接触到的主题 很少有讲关于死亡的 在我认为这个社会 对于死亡这个主题的探讨 是非常局限的 因为都比较低级一点 所以我觉得很大胆 我觉得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作品 就是它的抽象 因为有其中一组画是白纸 还有黑色粗粗细细的线条吧 所以一开始我看到不是很明白 我因为看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越看就越怕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想 只是黑色线跟白色的底吧 我在怕什么东西 然后这时候我就想到它的门口 那边有个Description 才明白到原来 这个抽象的这组画 是反映着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当我明白到我心中的恐惧的时候 我就慢慢的回到理性 来去看这一笔一画 然后我看到的东西是 我想象出来的画面 可能是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然后她们在中刀 就是一些比较温馨的画面 都是反映出我自己心里的想法 所以这个经验是我第一次看画 有的不同层次的感觉 所以是蛮新奇的一个体验 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日常的虚构重建 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 在我一走进那个展览厅的时候 我有点不太明白我自己在看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走进去 它的那个展览品里面 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它是有四个layer 来呈现这个作品 那就是假的object 跟真的shadow 真的object跟假的shadow 对我来讲是两个空间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没有看过嘛 然后最后一样我要讲的东西 就是在这个展览厅里面 我看到好几个artists 都用一些low frequency的声音 来衬托他们的作品 我记得那个展览厅的lobby 有几个很像astro的那种东西 好几个然后画出一些frequency出来 所以我就发现到 不懂是不是啦 就是contemporary art 喜欢用这个声音 来衬托艺术品 对我来讲 as a musician 我会觉得 为什么要用这么单调的声音 来去衬托作品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color 它只是一个in 这样子吧 可是也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一些比较classical的话 它们是用classical的music 来称托画 所以这只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东西 这次来台湾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来朝圣这里的文创 看看一下这里的文创是怎样做的 所以我可以购买一些idea回马来西亚 寻找一些方法来走出我们本身遇到的困境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对象 所以在这一次的台湾行程 我都选择了很多跟文创和音乐有关的地点去参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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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